之前香港終於都有第一部輕能源雙層巴士 我終於都搭到了 輕能巴士坐下頗安靜頗舒服 成巴就說今年一月就會在市面上行走 到底它跟電動車有什麼分別呢? 輕能源汽車跟普通電池車有些分別 電池車其實是儲電的裝置 但輕燃料電池其實是發電的裝置 其實輕燃料電池裡面會有化學作用 它會產電 電來講就會推車輪去走 政府想推動2050年前達到零牌坊 所以近年都推動以結淨能源的汽車投入市場 電動車就是其中之一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又會多了輕能源車呢? 其實在重型的商用車輪上 輕燃車比起電池巴士其實是會有一定的優勢 每一次的加輕時間 輕燃車只需要10至15分鐘 就可以完成一次的加輕流程 但是電池巴的話 就可能需要兩至三個小時 需要的時間是輕巴加輕時間的18倍 第二點就是續航的距離 輕燃巴士每一次加住 我們量產型的輕燃巴士 其實可以走到400公里 而相反地 電池巴士 每一次充電的時間 只可以走到200公里左右 從營運商的效益來說 輕燃巴士無可可發現 一定會比電池巴士更加優勝 輕燃車加輕又快 製造電的過程又只是產出水這個副產品 假如香港真的要追求更加環保的能源 似乎輕能都很設合香港的環境 但是似乎輕也是易燃氣體 怎麼都會有很多市民擔心安全的問題 我們的經驗和看很多文獻 其實輕氣是一個很輕的氣體 萬一有洩漏的時候 其實它很快去扭散 去擴散 剛才也提及過 煤氣其實我們有一半是輕氣 在香港用了一百多年 一百六十年 超過 其實你不會見到有什麼嚴重事故發生 其實都是基於這個特性 因為它一有洩漏或日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很快就會在空氣裡面擴散 相反可能是其他一些比較重的氣體 譬如石油氣 如果扭出來聚積在地下 這個風險反而會更大 安全的措施 其實你會見到我們有不同的傳感器 例如我們有一個輕氣濃度的傳感器 以及一個火焰的傳感器 我們火焰的傳感器 其實這是一個UV的火焰傳感器 因為輕氣的火焰 其實肉眼是看不到的 至於輕氣濃度探測器 它超過做一個輕氣濃度的情況下 它就會做到停機 就會排氣的功能 自動就會透過排空管 將輕氣從高位排出 它其實可以承受到不同的測試 經過了歐盟的認證 包括了一些火焰燒的測試 子彈射機測試 甚至乎一些坦克車展開的測試 就這樣看 配置這些高規格的安全技術 推動輕能的成本都不便宜 現時海關公佈的資料顯示 一架雙層三軸輕能巴士的零售價是800萬 貴現有的電動巴士一賠 初期研發的成本非常貴 所以在很多亞洲國家 例如韓國、日本、中國等等 輕能車的發展都有政府的大力補貼 韓國更加是大力發展輕能車 截至2020年 燃料電池的汽車已經有超過一萬架 香港到底為何相對這麼遲才起步呢? 反而我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因為現在香港未有法規 正如我剛才所說 例如在日本、中國、其他地方 它已經有加興站 其實它有法規 所以它重新建一個 就像我剛才所說 15至18個月 但現在未有法規 究竟這個站附近 應該安全距離是多少? 反而希望政府在這方面 如果能夠快些有一個規範 其實工程不是一個難度 香港相關的法例 相關的規範都還未有 在香港來說 譬如說 就算今天我們輕能巴士已經出牌了 但其實它的路段 例如一些隧道的位置 其實它還未能夠通過 即是行的 希望相關政策 陸續出台之後 可以理順到整個 新能源車的發展流程 香港今天才是一個起步階段 但是起步得慢 不代表我們 就追不上它們的發展 正正就是起步得慢 其實我們就可以吸收到它們的經驗 現時城巴第一個家興站 就是採用所謂的灰氫 而來港島和煤氣公司合作的家興站 規模更加大 可以同時為15至20部巴士充氣 也採用了另外一種傳輸氫氣的方法 就是在煤氣管道直接抽取氫氣出來 減散了運輸的時間 不過氫氣如何生產 才是決定它是否環保的關鍵 現在全世界分了很多不同顏色 有些叫綠色的氫就最好 用環保能源去製造 整個製造氫的過程 是沒有碳出現的 大部分的氫都可能是用石化原料去製造出來 石化原料一定有碳 所以其實現在來說 我們大部分 包括我們公司 我們製造出來的氫 都有少量的碳在製造 但是現在有很多技術方面 可以怎樣去令到這些 用石化原料製造的氫環保一些 例如我做過程 我只是氫 我剩下碳放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叫做碳布鑊 或者叫做碳布竹 竹回來有甚麼用呢 我們可以做乾冰 或者甚至做熱火筒 其實現在的熱火筒 也是用二氧化碳去滅火 或者很多人會認為 研發一樣新的技術 要投入很多成本 好像不太划算 但是正如電動車一樣 一開始成本高 隨著技術越來越成熟 和配套越來越多之後 就可以令到成本降低 同時電動車製造電池 所造成的污染這個硬傷 都是推動結淨能源的一個阻力 有輕燃料電池這個選項給市場 可能大家也會對 潔淨能源汽車有新的看法